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其实很焦虑 因为我是属于双飞大学并且是文科生的女性 那我虽然说是硕士毕业 我也是全家的骄傲 但是等到你要去真正踏入社会 要去寻找一份职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没有 当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茫然惶恐 甚至社会上很多人他会翻卖一些教育 但是我现在这里 我其实想说一些 我自己的个人看法 比如说 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越来越发现 我想要做的事情和这个社会 想要做的事情是两个极点 这个社会 它想让我成为一个小齿轮 想让我为这个社会提供一些帮助 或者说去卖一份力 当然这也没有数对数错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 和我个人的理想是两个极点 那我就要从中选择一部分 如果我选择了理想 那我就要没有钱吃饭 我可能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就觉得其实学习 如果你是为了求职的话 你应该去职业学校 如果你是为了学到什么东西的话 我觉得你是应该去读大学 如果你只是为了谋得一份工作的话 你应该是去职业学校 其实生活中 你去当一名理发师 我相信赚的都要比你进公司 你去当一个文职人员赚的要多 至少在我的身边 我的理发师 他一个月可以赚两万多 不是我的理发师 就是我认识的理发师 他一个月可以赚两万多 但是我相信 刚卖到大学的一个文职人员 他在我所在的城市 可能只有两三千块钱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你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学习是为了快乐 而为了获得你精神上的快乐 而为了获得你精神上的满足感 只有这样的时候 你才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指挥 你才能获得更多的幸福 这样说起来 可能会有一点鸡汤中的鸡汤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 如果你在选择专业的时候 你的专业是一个 没有任何工作前途的 甚至这份职业是 坑少萝卜多的这种情况 那你要怎么办 这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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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都会面临的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要 找一个不对口的专业 然后你再不停地缴房租 缴水电费 然后就这样一直活下去 你不敢结婚 不敢生病 不敢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值得生死的 其次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问题 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 真的是为了你自己的快乐 为了自己的满足感 其实你快乐了 你即使吃满豆 就咸菜你都会很开心的 但是如果你的精神 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 你吃山珍海味 你都觉得不开心 因为你可能肩负了 更多的其他的责任 而这些责任是你没办法 让你获得更多的精神满足的 那话就说回来了 我又为什么想到这样的话题呢 很多人都问我 你这么大小 你为什么不找工作 你为什么还在读书 你读书上可以找得更好工作吗 你读这个书 是不是为了到哪哪哪哪个地方 去当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工作 我说不是的 甚至我还想继续往上读 我是 我相信除了当大学老师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会 嗯 怎么说 就是像简单一样 就是很尴尬的一个场景 但是你说我去读他的时候 快乐吗 开心吗 快乐啊 开心啊 所以你说我在读他的时候 我每天吃馒头 米饭 我连肉都不能吃 我会不会开心 我不知道 但是我如果 从现在开始去到一个公司也好 国企也好 然后每个月赚两三千块钱 去拿一些 恶固定的工资 我觉得我 不会开心的 好吧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些 感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